我是吉娜艾丽丝 我从四岁开始弹钢琴 钢琴陪伴我到现在 就像空气一样 我是觉得美丽 真的像蓝花一样 一个是当然要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当然每个女性都追求这些美丽的外表 同时呢我认为美是由内而外来的 感染别人 然后触摸别人的感觉 这个让我有非常幸福的感觉 最好要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这样从心里善良女性的力量 让我们从内心很美 来到云南 看到野生兰花在不同环境里在生长 它在石头上在树下面 任何地方都能美美地成长 努力吸收不断向上生长 让我很感动 我看完云南这个蓝花之后 蓝花的向上生长的力量 就是这个感觉 创作了一首曲子 刚开始有一个比较温柔的 比较纯净的一个旋律 然后越来越往后走 有这种力量 然后这种相上生长这种感觉 就是很感恩一说 小的时候一直都很热爱音乐 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专业 早晚会有这个时刻 就是有点苦就艰苦的感觉 但是这个时刻一定要坚持 因为如果放弃钢琴 那下一步就是 也可以放弃所有的别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钢琴也是锻炼我了 在生活中就是让我专心 然后让我有这种坚持的心态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钢琴 卷 卷 什么是卷呢 8岁的时候 我参加了一个儿童钢琴比赛 刚刚就是两天前 我就是发烧了三十九四十度 真的很烫 我父母都看我有点可怜 他们都说算了 还有下次 然后我就说 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比赛 已经到了这一步 练了这么久 我一定要拼一把 之后我得了第一名 我相信每一个上养的背后 都有我们看不到的努力 今天我才学到了这个词 就是卷 卷 我是觉得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风格 我在生活中一直很努力 很棒的女性 一直都在不断地成长进步 也给我带来很多灵感 很多力量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卷也可以变成一个动力 我们这个时代 可以让女性拥有很多不一样的角色 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感觉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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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